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打鼓 最辛苦是打鼓那天 應該是最辛苦那一晚 唱歌就對你來說輕鬆 唱歌通常金仔和我的唱歌 我好像一個小時就踢起 通常一天唱三首歌 我們唱完下午就去吃飯 然後就回家 我還有一件事想問 問我 不好意思 我還好主持 因為我只是想問一件事 大家對這些人 這次你肯定爆這件事 難道我幾開心 但現實不是的 你的宣傳又不是很多 不是的 不是很多 是很少的 那我講吧 有的 因為你講完了 我也做了不少日子 通常都沒有這些內容 我們有一首歌和阿倫是新劇作名 是嗎 《香港香港》 是的 這一點我都不太記得 這一點 是的 只是一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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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事情就不知道了 很感謝兩位今天上來我的節目 你很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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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已經想到沒有什麼再問 其實不是他問 而是我問 因為反過來 是嗎 很好 做得很好 今天這個只是坐在那裡聊聊天 我會將 其實構思是來自什麼 遊訪問 你好像音樂記者 問一些問題 還有剛剛入行的餘記 問一些問題 我真的不會說 因為在我腦裡 在腦裡 第一 我這麼久以來的唱片 是不會揹著樂器 因為我不是一個玩樂器的人 這麼說 我自己是一個歌手 但這次我敢揹上結他 因為裡面的結他 我自己彈了 還有這支結他 跟了我這麼多年 由1982年 跟到我現在 都算是我的同伴 已經退休了 我再揹他出來 去彈一些歌 和揹他做一個封面 我可能覺得這張照片很看 這張照片 變成一個像漫畫 因為大國崛起 當然是說我們中國 中國最有代表性的地方 當然是天安門 也還有我們的解放軍 但這些解放軍 不是揹槍 揹槍 揹槍 是揹槍 怎樣將這些東西 組成在一起 其實純粹是因為 大國崛起這個態度出來了 我想問一下劉彩輝 其實所有歌名 是李定 還是李定 那肯定是澳丹 他定 因為有些歌名 都比較 幾容易吸引人 這個歌名 所以你大國崛起這四個字 很難忘記 其實我想了大國崛起這個歌名 然後才去寫歌詞 然後寫到中間 我就發覺 為什麼自己給自己這麼大壓力 你整個歌名 歌名是很吸引 但你要寫到歌詞 符合這個歌名 又要好 我寫到中間的時候 即未寫完的時候 就覺得壓力很大很大 很辛苦 因為你現在說一些幾serious的東西 你不是開玩笑 不是搞笑 所以你一定要寫到 很實實在 我一直都喜歡 歌名是短的 譬如你聽到的 以過往的 《戰績有交叉點》 《三個字》 《空凳》 《同年時》 《有相反的善良》 劉卞佛說 好久沒有和世名人填歌詞 但你仍總總會有 finger 這詞 ждet 直至少 跟我們講的 言論 劉卓拋 現今歌詞 有多數字 arrested 多 Diaz 我覺得是這樣 我和你的見解 我想先聽聽他的解釋 他剛才說的問題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很默? 其實不是很默 反而我不介意一首歌詞 或者melody 最重要是內容 你明不明白 或者是能否觸動你 只不過現在比較少這些作品 好像能夠令你一聽覺得 我親身尊敬 現在比較少 從作詞人的角度 就肯定希望你的melody少些音 少些音符填少些字 而且你寫的時候也容易一點 如果連續很密的音 寫歌詞的人都會困難一點 我包不了其他兩樣東西 水漿就不是我有些什麼 不要搖滾 水滾 水滾 總之對得天地住 對得左右左鄰有你住就行了 我相信 當然新入行的人 不可以這樣衝撞 一位這麼有名的甜族人 但是當你去到 大家都認同大家的音樂取向的時候 大家是有商量的 不是應該的 嗯 嗯 很感謝今天兩位上來我的節目 哈哈哈哈 上來他的節目 哈哈哈哈 我看到下午的婦女節目多了 知道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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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